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十六 剑煞加怒 到这个地方 前面总有十二句 这十二句虽然说的是似幻之物 实在讲 在现前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尝尝饭 只是亲众不同而已 我们知道这本书的完成 年代相当久远 那个时候的社会跟现代完全不相同 古时候 教育虽然没有现代这样普及 而实际上教学的效果 近代语言不如古时候 古时候家里家庭有教育 父母 父母 长辈 普遍都有一个概念 给子弟 给年轻人做一个好模样 都有这个概念 而机会教育 尤其是 尤其为国家 各个阶层领导人所尊重的 极力提债 表现在戏剧 歌舞 音乐 美术 各个方面都含着有很深刻的教育 遇教育 娱乐 不是以娱乐为目的 娱乐当中要达到教学的目的 现代的社会不一样 提倡的是民族自由 科学技术 古圣先贤的教育完全放弃了 这才造成 现代社会的危机 我们都晓得 东方教育跟西方教育根本差别的地方 东方注重于道义 西方着重在功力 那么我们现在实习了道义 模仿西方人 人人人都变成吉功耗利 社会 这现在已经是 人人人都具有这么一个观念 竞争 不竞争 就没有办法生存 竞争到最后 是什么结果呢 整个世界同归于尽 争到最后就打了 核子大战怎么发生的 竞争最后的结果 跟东方道义的思想不一样 道义思想 彼此礼让 哪有竞争的 中国几千年 古圣先贤教人 都是忍让 离让 从来没有听说过 真这个字 这一真还得了 这个是东西方 在教学基本上 差别的地方 我们要认识清楚 人意道德 可以能够维系社会 常治久难 借功耗利 那是昙花一现的 后面就没有了 一定要认识清楚 所以 此地这个十二句 所讲的种种 卧行 在今天社会上 一般人 普遍都犯了 入清为重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诸节里就讲得好 属于 书经上讲的 罪以为亲 一个人有过失犯罪了 我们应该怎么想法呢 不要去想 他犯的这个罪 太重了 大我不是 这个人心 一点慈悲都没有 我们常讲 心狠 手辣了 不是个仁慈的人 仁慈的人 看到犯极重的故 也要想 这个故事 不是很严重 处处 处处往亲的地方去想 一个仁慈的法官 来断这个案子 处处总希望 把他那个罪洗刷干净 而不是看到犯罪的人 小罪给他最加重 但是现在 我们一般人对人 对自己 重犯过时 自己可以原谅自己 别人小小的过时 就要把他那个罪过 要加重多少倍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这个根源 实在是 学去了自己传统的工化教育 受到外国人的影响 外国人 我早年出到美国 那一边的同学告诉我 美国的政府 美国的海关 对于任何一个人 他都怀疑 你是个犯罪的人 你是个行为不端的人 你要用种种方法 证明你没有犯过罪 证明你自己是个好人 因为他的观念就是 你不是个好人 所以你要拿出种种证据 证明你是个好人 证明你没有犯过过时 这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看任何人 都是好人 他看任何人都是坏人 所以人生在这个世界 生在这个社会 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想到这些地方 看到这些四十真相 我们不能不尊敬佛菩萨 佛菩萨在这个社会里面 还一样现身 还一样慈悲救护 祝佛菩萨 祝佛菩萨 唇上无卧 帮助大家 大家对佛菩萨 还是卧意相向 毫无卧意相向 毫无卧意相向 佛菩萨要向我们这个态度 算了 走吧 后避在这夺住 可是佛菩萨不如是 怎么样的侮辱他 他承受 善行 善意 善行 教化一切众生 还要受众生的侮辱 我们对佛菩萨不能不尊敬 不能不称赞 真的像佛经上讲的 他不是凡人 不与凡人一般之间 这是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效法的 无量寿经上讲得好 佛菩萨这些众生 新人无知 新人是他的上一代 他的父母 他的祖父母 他的长辈 他的老师不舍道德 都被西方文明迷了 被功利主义 迷了 被功利的意识形态 迷了心窍 齐心动力 自私自利 中国自古以来 诸位翻翻中国的典籍 没有隐私权 这三个字 司马光告诉人 他一生 事无不可告人也 坦白的 公开的 没有一张事情 不能告诉别人 正大光明 外国法律上有隐私权 这个是文化 不同的地方 差异的地方 一个人 一生当中 事事都要瞒着别人 都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说这种心情 多苦闷 活得多苦力呢 不敢告诉别人 不能告诉别人的 当然不是好思 好思 哪有不能让人知道 总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细细观察 要好好的学习 昨天晚上 念佛堂的法师 护法们 我同意 给他们做个聚会 也顺便给他们谈谈 怎样去念佛 念佛 也不能为自己 我们念佛堂的学士 领导大众 在那边熏修 为一切苦难众生 念佛 念佛要有感应 感应是从真诚心来的 有口无心 哪来的感应 口念佛 心里头要想佛 大师赤菩萨教导我们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家福 意识心里头想着 心里头常常有佛 念佛的功夫才得力了 所以念佛 不能不听经 不能不明白道理 自私自利的念头 没有学期 佛号念得再多 也不能往生 昨天晚上 我去看 李会长 他告诉我 上个月底 他带了个团 到中国大陆 去潮山 参访 这个团 一百多人 都是念佛人 都是念佛 念得不错的 结果 在潮山旅途当中 看到同修 齐心动力 都是自私自利 他吃饭 缘着 有人就选座位 会长说 你为什么要坐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安全 什么安全呢 那边有人上菜端菜上汤 会不小心会把衣服 染得搞脏了 这边不会啊 会长啊 你坐这边来 会长说 你决定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从这些地方看 自私自利 菩萨了 要把好地方让给别人 苦难自己来成当 这种人决定能往生 处处要占小便宜 这种人 佛念得再多 你会这样讲 肯定你不会往生 我们常讲啊 齐心动念 为自己的人是凡夫啊 齐心动念 为别人的人 这个人是菩萨 你以后就从这里看 上巴士 头一个上 先去站好位置 所以从这些地方看 都不知道照顾年岁大的人 你看李居士 他样样走在人后面 他不在人前面 他所赢得的 广大群众对他尊敬 处处为别人 处处想到自己 站到有利的地位 把别人挤下去 不错 你是可以能够得利于一时 你轮回的日子有得够 三土的日子有得够 能在这一生当中处处让别人 处处走在别人后面 眼前看到好像是吃亏了 将来决定得身复故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懂得这个事实 要能够原谅一切人的故事 不要去责备别人 说个实在话 我们没有资格责备别人 为什么呢 我们自己本身有过失 本身没有过失 才可以责备别人 谁没有过失呢 佛没有过失 所以菩萨见人都牵失 为什么呢 等着菩萨还有一瓶身相无名媒婆 他还有惭愧心 如来果地才没有过失 可是祝佛如来 这辈人都非常慈悲 我们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去学习 末后一句 见杀加弄 这是一样犯罪 判了死刑 执行死刑的时候 没有黎民之心 反而是什么 惩恨之心 这个心不好啊 古时候 这发的人 在执行 处决死囚 都流眼泪 虽然 他是罪有应得 但是 但是 总是不能忍心 看到人家死 那么 那么尤其是无辜的 冤枉的 更是令人痛心 千方百计 去救护他 怎么可以还加弄 还动 陈恨心 这种心 这非常残酷 古包 我们可想而知 所以对于云难的人 应当要有 黎民心 应当要有 同情心 要生救护心 这是人心 贪嗔痴的心 是三毒 卧道之心 菩萨的心 仁慈到极处 佛心是真诚平等 我们要认识清楚 要知道 如何去学习 这一段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下面一段 这是讲一般 平民所造的卧了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中文字幕唯一 每次中文字幕唯一 想要 材料 是 在